我们的越野车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穿行 终于抵达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 一个依托黄河源头天然水系而建的黄河源水利风景区 这里有扎陵湖 鄂陵湖 东吉措纳湖 星星海 以及景区内的黄河段与湿地 扎陵湖 鄂陵湖 是黄河源头两个巨大的高原淡水湖 位于巴掩喀拉山北路 是黄河源头地区 重水汇聚的两个重要湖泊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紫媚湖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黄河的源头名为卡日区 在湾源流进马多县境内 穿过这两大姿媚湖之后 才正式称为黄河 黄河从卡日区和约谷宗列区发源后 经星宿海流到这里 被巴掩朗马山和 湖尔朵泽山所组 形成了黄河源头第一个巨大的湖泊 扎陵湖 扎陵湖呈三角形 面积达542平方公里 在藏语中是灰白色长湖的意思 最大水深13米 平均水深为8米 黄河从湖的西面注入 浑黄的河水在灰白色的湖水中 形成了一条主流线 远看犹如一条乳白色的湖云 落在湖面 将湖水一分为二 黄河源头之水 在扎陵湖中经过回旋喘息之后 从湖东南的草地上 散乱地流出 经过一条长约20公里 宽约300多米的峡谷地带 分成九谷 注入第二个湖泊 鄂陵湖 鄂陵湖是个汇水面积 比扎陵湖更大的湖泊 面积达610多平方公里 湖面南北长 东西窄 平均水深达20多米 最大水深超过30米 由于入湖河水的寒沙量 比扎陵湖少 湖水呈青蓝色 当地藏族群众称此湖为 青蓝色长湖 从高空鸟看 一东一西两个湖泊 吓死两颗蓝宝石 镶嵌在茫茫的高原草垫之上 因无人惊扰 这里早已成为真琴异鸟 栖息繁衍之地 每年四五月间 数以千计的天鹅 斑头燕 黑锦鹤 棕头鸥 赤马鸭等到这里产卵御厨 不仅成为鸟的乐园 而且被母亲和源头 评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动 扎陵湖和鄂陵湖海拔 4300多米 这里地势高寒潮湿 地域辽阔 木草丰美 自然景观壮丽 是难得的体验高原 游览草原风光的极佳景点 黄河源头 地上地下水源丰富 水量充沛 就是大汉之年 也是流水不断 源头 海子 湖泊 分布密集 犹如特意点缀在 母亲和源头 溢溢生辉的 磕磕明珠 形成了黄河源头 风景如画的 美丽景象 这里不仅自然风光移泥 人文故事 更赋予它传奇色彩 据史书记载 唐真观十五年 唐室宗女文成公主 远嫁西藏 唐太宗派离部尚书 李道宗 持节护送公主入藏 图经和缘 当年 这对姊妹湖边 惊奇烈烈 人声鼎沸 白色的风杖 和黑色的藏杖 连成一片 松赞干部 率领着军队 在此迎接文成公主 据说 她还专门在 扎陵湖畔 建造了行宫 至今一记仍存 而鄂陵湖畔的 多卡斯 就是文成公主 为感谢当地人民而建 这对姊妹湖 也因此成了当地 藏族人民心中的圣湖 千百年来 当地一直盛行 这样一种习俗 每当葬礼新年一时 人们都要来到这里 用神河 神虎之水 洗净身上的污垢 期盼在新的一年里 吉祥安康 祭湖 这是当地藏族同胞 延期已久的习俗 人们用这种方式 表达水 对滋润万物的 虔诚和敬畏 也寄托着对 黄河园 美好未来的祝福 这里神奇的山色水光 令人赞不绝口 海拔4800米的黄河正元 卡日区 水量充沛 流水不断 清澈见底 星宿海的海子 水潭 星罗旗布 似无数晶莹闪亮的 珍珠玛瑙 镶嵌在翠绿的玉盘之上 神奇俊秀的源头姊妹 是真情一鸟 栖息繁衍的家园 雄魂伟岸的阿尼玛清雪山 冰封雄志 气势磅礴 神奇威力的年宝玉泽 五身勾弦 怪石临巡 回复神功 山脚下 西目错湖水 碧波荡漾 湖畔绿草如荫 随天气变化 时而碧空如喜 美如仙境 时而阴云密布 山影迷蒙 如梦如幻 神秘莫测 青藏高原的腹地 每年六到八月 都会迎来一年中短暂的雨季 这是最柔软的季节 也是最热烈的季节 漫长的冬季 仿佛积蓄了太多的能量 要在短短的三个月里 全部释放出来 沿着214过道 我们的设置组驱车来到了果洛州的马多县 马多 号称黄河源头第一县 青海每个自治州的面积 差不多都有内地的一个省大 而黄河源的核心区域 就跨越了海南 果洛 玉树三州 从马多往上延伸 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 驱马来县 马多厢境内 驱马来 才是黄河源头 第一县 马多 始成国海拔最高的陷阱 被藏族人称为 天上的马多 这里平均海拔 4500米 地势自西北 向东南倾斜 西北高 东南低 但看上去地形起伏不大 属典型的高原上的平原 高平原地区 短暂的夏季 黄河源是一片绿色的世界 地上的积雪已经融化 草地开始丰润起来 所有的生命都在蓬勃绽放 这时的黄河源 也是水的世界 遍布的湿地沼泽成为水鸟们的天堂 每年这个时候 多达几百种的候鸟 会从遥远的南方迁徙到这里 在这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 享受夏日的爱情时光 巴掩喀拉山 坐落在果洛州西北部 巴掩喀拉 为藏与直泉马尼木战木松 及祖山的意思 它处立在黄河源头 与通天河之间 属于昆仑山脉中枝的东端 在这片高地上 群山起伏 雄岭连绵 景象恢弘 大部分地区 海拔均在4000至6000米之间 属于大陆性寒冷气候 空气稀薄 一年之中有八九个月时间 飞雪不断 冬季最低温度 可达零下35摄氏度左右 因而许多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山 积雪矮矮 终年不化 动途面积较广 而温暖季节则比较短暂 一般只有三个多月时间 而且气温较低 即使是盛夏季节 最高气温也不过10摄氏度左右 这里的山峰 看上去并不咸俊 相反比较平缓 看似丘陵一般 很像北宋书法家 米福笔下的吴陵 浑远粗犷 有的山峰远看似山 近看象川 山岭之间 犹如平原一般 广袤平坦 但海拔高度 却接近5000米 在古代 称八眼卡拉山为昆山 《山海经》曾有记载 昆仑山在西北 河水出其东北鱼 实为河源 可见 在我国古代 人们就以认定 八眼卡拉山 为黄河的发源地 八眼卡拉山 是一座有名的大山 虽地势高寒 气候复杂 但余量充沛 是青海省南部 重要的草原牧场 这里盛产被人们称之为 高远之洲的牦牛 和举世文明的 藏系绵羊 过有 牦牛的故乡之称 也是野生黄羊 野牦牛 藏野驴等 几十种野生动物 繁衍栖的地方 在黄河园区 除了水鸟 各种珍稀野生动物 也会时不时地 闯进人们的视野 这是藏原林 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当地百姓俗称黄羊 在黄河园区 随处可见到 它们的身影 对于初上高原的人来说 分辨藏原林和藏林羊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藏原林有一块 较大的白色臀斑 奔跑时 在阳光照射下 闪闪发光 就像身上悬挂着一面镜子 因此又俗称它为 静面羊 令人不解的是 藏原林只有受到惊吓时 尾部的白色 才会迅速展开 由此看来 白色的尾部并非用来伪装 那么它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 人们至今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 但在黄河园 真正引起我们兴趣的 还是另外一种神秘的动物 藏野驴 当地百姓俗称为野马 为了近距离拍到藏野驴的画面 我们决定用航拍无人机 慢慢地向它靠近 但激紧的藏野驴似乎识破了我们的意图 转身迅速地跑开 对于我们的友好 固执的藏野驴并不灵情 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横贯国洛州北部的这座雄伟壮观的雪山 就是著名的阿尼玛青雪山 又称大基石山 是昆仑山脉东段的种植 其主风阿尼玛青风 是一座巍峨峥的被冰雪永久所避的雪峰 山顶中年白雪矮矮 冰川闪亮 主风海拔约六千二百八十二米 藏语中称黄河流金的大雪山爷爷 他和西藏的刚人波钦 云南的梅里雪山 玉树的嘎朵掘卧 并称四大神山 山腰是美丽的高原草垫草场 山之下是大片的冠林 林中生存着雪豹 白纯鹿 野牛 黄羊 野驴等十多种真情异兽 作为雪豹的繁殖栖息地 早已被国际动物学家 作为雪豹型伪生态的研究基地 对于普通游客来说 阿尼玛青雪山之旅 是与大自然奇妙的融合 阿尼玛青雪山主风 马青港日风 随着光照的变化 一次又一次以新的面貌 呈现在人们面前 可以说是一步一进 尘光中雪山被金光照耀 百里渐红 红中渐白 雄魂壮丽 神奇动人 当你置身山脚 用心灵去感悟它的灵 光色时 情景交融之感 会油然而生 在这里 你会真切感受到 人与自然 本应该是这样的 和谐同意 与雄魂 威俄 壮观的阿尼玛青雪山相比 地出果落州九志县的 年宝玉泽山 则蕴含了更多的清秀 柔美和传说 这里山起水秀 因其景观独特 神奇瑰丽 而文明于青 干 川 广大藏区 年宝玉泽山的险 薄亚于陕西的华山 秀可与安徽的黄山相媲美 据考证 在年宝玉泽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峰 就有近三十二座之多 这些山峰 大都呈环形围绕于主峰旁 所有三十二天罡之城 它们不仅有高耸入云的 摩天气势和刀匹斧 早般的悬崖突兀 更有着不满于山间 深不可测的洞穴和沟壑 一日容纳了寒暑 一山包含了四季 是果落草原典型的气候特征 年宝玉泽的天气变化是最无常的 一日中人们会经历春夏秋冬四季变化 体验咒语来咒雪去的高山气候特征 在盛夏七八月间的黄金季节里 忽而朗朗清空 天高云淡 忽而阴云密目 享山傲中引浮着无数条巨龙 从石缝和山泽中喷涌出无数条冲天云柱 难怪 住在大山四周的牧人们 把年宝当作护佑他们风调雨顺的神山 来崇拜祭祀 加之人文和宗教的渲染 使得年宝玉泽这片净土 更加彰显其浓重的神秘色彩 置身年宝之中 分不清是山有了水而清脆 还是水有了山才娟秀 山上有则 则中有山 胡与胡相通 何与何相连 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有人把年宝玉泽山 比喻为诗人永远的素材 使大自然赐予人类 静密优美的永恒画卷 是悲水姑娘一路的歌喉 是藏民族群众心中祈福次祥 永远舞动的经番 人们称果洛玉是山之宗水之园 这一点不假 是山之宗 这里高山密布雄魂伟岸 荧光溢溢 苍镜中透着神奇 是水之园 涓涓涓细流汇聚成波涛汹涌的天河 一泻千里 在青海果洛州 不仅仅只是山水相依的奇特自然景观 就在这山水万千之中 同样保存着千年的原始森林 在斑马县以南二十五公里外 有一片茫茫临海 面积约一万公顷 它是青海省有名的原始森林区 林区地处八眼喀拉山之脉 国洛山的南路 大渡河上游 这里海拔较低 气候湿润 林木繁茂 林内其连 圆百苍翠 川西云山参天 林涛呼啸 百鸟争鸣 夏季雨水充沛 多以正义为主 长行城雾林景观 身临起境 令人陶醉 素有火落小江南之称 繁岛斑马的人 都要到这儿 饱览着壮美的松涛林海 果落是个历史悠久 民族文化灿烂的地域 佛教文化相对发达 历史上修建了许多佛寺 佛塔 造型多样的佛塔建筑 构成果落草原的一大壮观景象 有人们来到果落 看到佛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点缀在草原壮观的场面 令他们感叹 假如草原上缺少了这些 雄伟而独特的建筑 这高山大川 又怎能富裕灵气 从高空府看 这里是果落州的移民新村 是三江原保护区 实施大规模生态移民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守卫这一方净土 为了中华水塔的安全 在整个三江原地区 已经有近五万牧民 离开了足足备备生活的草原 青藏高原 把这片沃土高高托起 并赋予它神奇与灵秀 多彩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优美的自然景观 朴实的民风民俗 黄河原这方净土 正期待着世人的了解与关注